医师工作就算下班有时病人突发状况 还得赶回医院处理 台大妇产科医师施景中就在脸书分享 到医院接生准备回家时已经半夜一点 只见血液科一名被称为叔叔的医师还在上班 就算假日加班也在所不惜 甚至眼见网友更发现 左边停车格明明非常大 但这位叔叔的车子却紧靠着墙壁停 施景中笑说他就是这样客气的人 自己还从副驾的位置走出来 医院几乎成了他的家 担忧病人的状况随时待命 根据医劳盟资料显示 以主治医师来说每日供时约10到12小时 公家医院主治医师月薪约20万元 但算一算时薪约900元 长期处于高压环境工作 只有医生曾在低卡无奈发文 健保后医师的薪水 真的是国际被嘲笑的等级超时工作 被病人刁难更是常态 心脏内科像是所谓的外伤科 以及我们所仇视的像产科 我想这些科别都是比较 有可能让医师会有延长工时 不少医师都会选住在医院附近 万一病人有什么突发状况 能用最快速度返回 加班更是习以为常 或许就是医生的天职 以病人权益为第一优先 TV新闻连至周宣台北报道